松山机场签不签件多年来争议不断 尽管交通部三月表示短期无签件计划 但周边发展却不能再停滞不前 因此立委王鸿威召开说明会 邀及中央部会及北市府相关局处 现场与机场附近居民及当地里长座谈 针对松山机场多年来的问题交换意见 其实机场附近有非常多的老旧社区 如果没有办法放宽周围的容积的限制的话 它无法改建 第一个对居民来讲世上非常不便 那特别台北市是一个 其实老电话非常严重的城市 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者 那么他们可能住在四五层楼高 而没有电梯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下楼 那么第二点 松山机场是国家的门户 如果这些的老旧社区老旧住宅 它无法改建 无法多根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我们的国家门户 都是一些老旧的住宅 那么所以我们如果去迎接 这个国外的观光客或者商务旅客 它到了台湾 到了台北 它第一眼看到的是非常老旧 或者非常难看的这些的建筑物 对于我们国家的门户也是一大伤害 所以我们会未来会继续的来推动 就是在松山机场不牵建的状况之下 必须对周围的容积率要做一个提高跟放宽 否则的话 对于这些机场附近的居民跟社区 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王宏伟指出限高和容积率限制 多年来让周边居民感到非常委屈 而这些限制都是好几十年前订定的 应该要与时俱进尽数修改 在说明会我们厘清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限高 那么大概65公尺到95公尺 那它是足以在高度上 可以盖到20层楼以上的一个高度 所以在如果过未来 我们这些老旧的住宅 它在高度上 如果你有20几层的高度 那它是可以盖的 可是问题是 你的容积还是限制非常严格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民生社区 民生社区的容积率是200 它比平常的一般的住宅还要低 那这当然就没有任何的都根的诱因 但是民生社区的长者来讲 那它就会有 比如说希望有电梯大楼的需求 所以我们还希望说 在附近的地区 应该透过比如说都市计划 或者特定区的方式 放宽它的容积率 当你放宽容积的话 可以提高都根的诱因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松山机场附近的社区 也可以出现新的风貌 王鸿威表示 松山机场牵涉的问题复杂 希望中央和地方 能够尽快先处理房屋税 地价税 噪音补助 以及容积率的问题 让周边老旧住宅 能够提高都根动能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